航空城地方出京会 号召征收户 手举标语大声喊着口号 他们在桃园航空城联合服务中心门口 理性和平快散成情 抗议每件贫宠109年的13万元 涨到现在的20到22万元 他们根本卖不起 好 现在给你训续 一间团缓没三分之一的区 你的信件没想到 这个事情就是要配合 航空城安日的说明会 来给政府说一些理性和平主 第一就是 我们的安住住宅的价格 实现技术正义 第二 全面提高建物补偿费 实现符合重建价格 第三个要提高租金补助 早日完成 我们的建物构成 给新的加速配定 早日政府的 我们的居民安置乐业 最主要是四大诉求 抗议的诉求 除了要求降低安置住宅配售价格 也呼吁政府不该将 缺工缺料的成本 转嫁到安置户的身上 让人民背在重建家园 航空城地方出境会 也提出全面提高建物补偿费 房租补助费 以及加速完成配地 共事项诉求 民众诉求的部分 第一项就是有关要调降 安置住宅的一个价格的部分 因为安置住宅的价格 主要取决于两个部分 就是我们建物 就是有住宅的建筑成本的部分 那因为我们市府 最有安置住宅的部分 是才公开发报的方式 由合格的营造厂 来提供相关的营建服务 所以呢 我们这个住宅的建筑物的建筑价格 就是按照实地上发报的价格 来做计算 那至于呢 一般的住宅来讲的话 会包含建物 以及土地的价格的部分 那土地的价格的部分呢 在历任市府的一个考量之下 其实都已经用 相当优惠的一个价格 相当的一个折扣的部分 来计算土地的价格 最后才形成了 作为目前 公布给民众 平均大概 以附近地区来讲 大概是每一瓶 20到22万的一个价格的部分 那所以它价格形成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那就是有关那个 价格提高的部分 确实在整个计划的一个过程中 好通人计划 经过若干年的一个演进 那所以在原来 发包建筑 那个安置住宅 新建的时候的价格 跟最后厂商 透过仲裁的程序 所得到的一个 这个调整后的价格 是不一样的 所以才会有这样如此 上涨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说这个部分 事实上物价的上涨 也就是民众所诉求的部分 张市长上任之后 也就针对补偿费的部分 是不是要做适度的一个调整 那这个部分 市府已经积极的 进行演绎当中 所以这个物价上涨的部分 其实是市府 有注意到的一个现象 对此地震局表示 航空城安置 安置住宅才公开发包 建筑成本 按照实际的发包价格计算 目前安置住宅 仍低于市价 市府也注意到物价上涨 安置接阔及之后的 安置住宅 都会加发重建补助 相关方案也在严拟 预计7月底前 会公告给安置户知道 记者东予飞大员采访报道